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子价格的走势 地段的选择 房子的室内设计装修 和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 近年来大温的楼市一直在上涨 到底房子的价格能走多高 何时买进 何时卖出 加拿大的房地产和中国一样吗 这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为了帮助大家对大温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有所了解 我们特别请到了地产界资深人士老陈 和大家就以上问题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老陈你好 你好 艾哥 温哥华是一个移民城市 每年从全世界各地都会有涌现很多的新移民过来 那新移民来到温哥华对温哥华并不了解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温哥华各个区的房地产市场情况 温哥华这几个区基本上就是 以Bornaby Richmond还有温哥华东区为主 这是新移民刚刚来都在这个区 稍微远点地方他们不去 他们就说这个区有很多的家庭旅馆 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地方 包括我们当时刚来的时候租一些房子 也是租在这个地区 温哥华Bornaby Richmond 这样的话很多移民一旦落地以后 他就熟悉周围了 他不愿意往别的地方去 所以他就觉得 干脆我在这已经住了一两个月了 我就在买房吧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先落到一个地方 他就认同那个地方了 所以在这三个区里边的移民的比例 几乎都超过了30% 这本地的人口都是30%以上 实际上都是移民的 真正白人当地人 他们都去住那个更远的地方 但是相对来说 Richmond这个城市 集中了相当一批的华人朋友 但是反而Richmond的房价 不如温哥华西区高 这是怎么回事呢 Richmond有50%的华人现在 Richmond的房价和温哥华的房价 不一样是因为地价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区它有自己的房屋 土地的一个评估政策 温哥华现在一个标准的地 6000尺的地好一点的 差不多就200万加币 在Richmond一个标准地100万 在Surray40万左右 所以地价不一样 导致了总的房价不一样 那对于新移民来说 并不了解温哥华的地理环境 怎么才能买到合适地段的房子呢 怎么叫合适 这个首先要问 很多人来找我 就是要买房子 那怎么叫合适呢 一般我们买房有这么五个重点的因素 首先他们买房子 第一考虑 我要孩子上学 OK 那就是学校 学校的学区 对学区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因素 二是一个呢 我希望这个 购物交通方便 这又是一个一个因素 第三 我又希望这个 比方说这个 治安好 也是一个一个因素 第四呢 就是我要求有环境也要好 第五个当然还有了 就是 我 工作呀 什么就业 容易就业呀 有这么一些基本的因素 这么多的因素 不可能说 样样都能够复合 可能就是有几项 比较切合自己的需求 不可能 不可能都满足了 所以我一般问他 你主要倾向于什么 比如说 大部分人说 我倾向孩子读书 那好 那咱们就以学区来划 划分 那学区的话 温哥华确实有几所学校是不错的 埋名靠 前十名的 Richmond学校也不错 不说那笔也有 所以呢就是 根据他的需要 他重点 我们来选择 哪一个区 哪个地方的房子最好 嗯嗯 有一部分人认为啊 最近大温地区 这个楼市居高不下 是由于大批的中国超手造成的 对这个说法 您是怎么来看待的 有人这么说 报纸上也这么说 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局部的地区 比方说Richmond 温哥华 这些地方是跟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的买进有关系 因为现在大陆移民比过去有钱了 嗯 来了以后就买房子 嗯 那突然就会造成了一个供需平衡被打破了 嗯 那这个就让房价就往上走 嗯 但是其他的区并没有 就是如果没有炒作的现象的话 基本上他房子就会自然的上升 不会突然的上升 嗯 所以就说华人会影响个别的两个区到三个区 但是没有影响整个的加拿大的房地产 嗯 最近呢 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 温哥华在全世界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城市台航榜中有所下降 这个对大温地区的楼市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影响 没下降很多 一名 第一名 变到第二名 或者变到第三名 这个没太大的下降 人们对这个 城市的气候 治安等等一切一切还是认可的 嗯 并不会因为说 你的排名下降 它就会有变化 再说它这个排名呢 有的时候是轮流的 不能说永远是温哥华的 有的时候是悉尼 有的时候是阿姆斯特丹 有的时候是这个这个这个温哥华 它是大家轮流了 在您的心目当中 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城市 您认为是哪一座 我觉得悉尼不错 哦 您曾经在悉尼 学习过是吗 对对生活过两年 悉尼温哥华差不多 各有优缺点 嗯 温哥华的气候 实际上 它比悉尼更 才稍微冷一点 但是 有人说了 冷的就是 寒带的人的寿命 比这个热带人长了 嗯 这也有可能有 他的那个这个 所以加拿大人比较长寿啊 也许 另外你说 冷一点地方呢 相对虫子就少一些 嗯 这各有利弊了 但是 热带像悉尼这种地方的话 它空气 好啊 干净啊 它确实是 是不错啊 一年都不用擦眼镜 一年都不用这个 这个擦皮鞋 嗯 在这儿 就要擦眼镜擦皮鞋 我们还是 还是说说这个温哥华吧 温哥华 有消息说呢 这个政府可能在2014年开通到高桂林的Skytree 那这个对高桂林的这个楼市有没有刺激呢 有 这种这种公共交通通过去以后 对中低价房是有刺激的 嗯 比方说公寓啊 Town House啊 因为这类房子 人们就觉得投资买过来 然后放租很容易 嗯 交通通通通方便 有人不开车 他愿意坐天车 嗯 那你在这个天车沿线的这些公寓 都比较好出租 所以对他这种房价是有有有上升的这种这种趋势 嗯嗯 有人说买House的回报率比买Apartment要高 你怎么看的 D的升值的回报率 House稍微高一些 因为House有独立和操作的D 嗯 但是呢 整体的投资回报率 我觉得是包括两块 一块是D的升值 嗯 二一块你买过来以后 你投资嘛 你还要把它租出去 嗯 还有一个租金收入 这两块加起来才是你总的投资的回报率 嗯 公寓呢 出租的回报率很好 单位面积啊 嗯 你就单位面积来看到 它的出租的回报率会高一些 嗯 那House的那个出租的回报率 你就没有那么高 实际上它是两块并行的 嗯 那就看你怎么考虑 你希望有现金流 那你就买公寓出租 嗯 你希望压一块D 将来升值以后 我再把它卖掉 嗯 那你就买House 嗯 各有各有侧纵啊 嗯 大温呢 最近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的公寓楼盘推出 那有人就会产生一个疑惑啊 真的有这么多人要入住公寓吗 大温地区这个公寓的空置率如何 空置率不高 这个公寓呢 一定会有人居住 为什么呢 公寓在整个市场里面是价位最低的 任何一个年轻人 当你毕业了以后 你找到工作了 然后你买了第一个房子 肯定是公寓 肯定不可能是House 嗯 因为你的收入 你还没有攒起来嘛 嗯 他们说普遍来说 除非那些富二代 官二代 那是少数 那是少数 除非父母 那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对 就说公寓呢 它永远是有市场的 嗯 再有呢 本地他们造公寓的这些建议商 他们有市场分析 嗯 他们预测这个人口的增加量 他们这个造的房子 根据这个市场是同步的 它这儿造的公寓 从来没有说卖不出去的 一直都是都是很很很很很很 很match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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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 这个比例增长的 嗯 所以是很科学的 你不用担心 嗯 尽管它在它在造 但是你也没有见说整栋楼里边 有半栋卖不出去 没有 肯定都卖出去了 嗯 嗯 嗯 还有说就是有人这个买房来 来做投资啊 那我们就比较一下 到底是房地产投资的回报高呢 还是金融投资的这个回报高呢 嗯 没有办法用高和低来区分 房地产投资和金融投资的 本质的区别是 一个是投资 一个是投机 金融是投机 短期之内我可以获利 嗯 房地产是投资 因为它不可能在一天之内 这个升值多少 它一定是以年计算的 嗯 而金融 一天都有可能计算 一月 都不用一年 可能是几十天呢 它就可能翻翻 这都有可能 但是那种呢 就是传统的叫投资 现在我们把这种金融领域的投 投资叫做投机 而这个房地产呢 是一种投资 就是因为它的风险 它的这个上下 这个波动的比例不一样 它是两个 完全是两个概念 嗯嗯 那是不是可以说 在短期内想迫不及待的 想一夜暴富的人 是不是可以选择金融投资 当然你买股票 是可以一夜暴富 也可能一夜给你跌没了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美国的股市 瞬间就给你跌没了 也大有人在啊 我有很多朋友同学 在美国买了股票 买完了 高的时候没卖掉 结果跌不来以后 没了 倒闭了 那对于心理承受能力 不是很强的人来说 还是投资房地产 更保险一些 所以那个叫投机 就是说房地产 为什么叫投资呢 你买这个房子以后 它不会给你变成零 地永远在那儿待着嘛 它不会变成零的 但是股票 它很可能把你变成零 这叫投机 所以这是本质的区别 明年HST将会取消 那么这个事情 对楼市有没有影响 有 HST来的时候呢 对心房确实有很大的打击 因为心房本来是 过去是只有5%的GST 现在变成了12%的HST了 所以人们在买心房的时候 无形中就增加了7% 如果这个能减掉以后呢 就肯定是对心房销售会有帮助 旧房没有影响 因为旧房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新建的房屋 在那个之后销售会好一些 因为我这次采访 这些问题呢 都是从网上搜集到的一些 大家普遍有困惑 或者是有疑问的一些问题 所以问题会提的比较散一些 想到哪里就问哪里 我们就做一个轻松的交流啊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是温哥华呢 是处于北美的一个地震带 那这个在选购房屋的时候 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一下吗 我觉得地震这个话题 在温哥华来说不必太介意 因为地震分两种 一种是纯粹的震动 一种是因为咱们在海边嘛 叫海啸对吧 海啸的话因为外边有一个 温哥华岛挡在那边的 不可能像日本那么大的浪 几米的浪能够冲进来 这是不太可能的 再有呢这个 温哥华这儿的房子 大部分是以木质为结构的 这个木头结构 它是一个软结构 你在镇的时候 它晃动它不会散架的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这儿的房子 最次房子也能看个 七级以上的地震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一旦有 这边有一个课程 就是教我们 就是一旦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一旦发生地震了怎么办 往外跑对吧 为什么不跑呢 不跑砸死了 砖头瓦快给你闷在里边了 在这儿地震的话 它不可能 你再晃动时级 你这个楼板也掉不下来 为什么 它是木头的 它是钉在 它这个框框了 变成一个整体了 像一个火柴盒似的 它又不可能倒 也不可能砸起来 所以的话 你要跑到外边 可能被楼顶上那个瓦掉了 可能给你砸死 但是你在屋里边 就可能没事 所以在地震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住的是 这种木头房子 我觉得都不用担心 那木头房子 最怕的是一种什么 最怕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木头房子最怕的是龙卷风 因为它比较轻了 这风一来以后 有可能就把它刮起来 美国多少 龙卷风走过以后 一盘这个Mass 就是乱七八糟 它都在地下待着呢 就是散了 散架了 就怕龙卷风 那对于华人来说 到底什么样的房屋 最受欢迎 华人现在是这样 比较喜欢住这种大房子 有点像印度人 就说这个 我的房子要气派 要体面 对吧 所以这种独立屋 这种比较豪华的房子 包括这种豪华的地区 西区这样的 都是华人比较喜欢买的 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那个洛杉矶啊 就金山 反正好的区 他们华人就比较多一些 还有移民朋友啊 有这样的问题 说在选购房屋的时候 到底是一手房好呢 还是二手房好 没有区别 就是一手房是纯新的 二手房呢 是别人住过的 但是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只能买二手房呢 你比如说 你看中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周围 根本就没有新房 那你一定要让这孩子 上这个学校 在周围 你只能买人家卖的 就是住过的房子 所以就看你 注重哪一块了 你要说我就得住 有人就说 我就得住新房 我不能住别人住过的房子 不吉利 那你就买新房 但是新房通常 都在这个位置都很差 因为好的位置 多少年前 人都已经都已经盖房子了 人们盖房最早 都是盖的最好的地方 然后这城市 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所以新房肯定都在远的地方 这是很有可能 或者老区把旧房扒掉 也有一些新房子 所以但是新房子 你可选择的那个地理位置 就不是很宽 所以你看 你侧重于什么 侧重于新房 咱们就找新房 如果说 侧重于地理位置 交通方便 什么都好 可能不是新房 那你就买别人的20房 也问题不了 有些20房 保养的不错 也挺好的 最近呢 听说银行的 这个房屋贷款收紧了 原因是什么 银行公布这个原因 就是说某某一个系数 比较接近于美国 这个金融风暴之前 那个系数了 所以因为这个 就要收紧贷款 其实这个 我觉得没有道理 在哪呢 加拿大的这个金融体制 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有很多次贷 有很多这个 没有工作人 也有贷款 在加拿大没有 所以它跟美国比 是毫无道理的 本国 加拿大本国 没出现任何的 就是说这个法败物 打个比方说 你觉得以前放贷款 放松了 结果呢 人们欠钱了 被法院拍卖了 给你找了很多的麻烦 这时候你再收紧 就可以理解 对不对 什么事没发生 莫名其妙的 就说哎 我就要收紧了 因为美国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毫不道理 所以我觉得没意思 但是呢 确实对房市有点打击 因为很多人 原来能贷款下来 现在贷不下来了 大家就不能买房子嘛 那这个对未来房市 是不是有消极的 有 对房屋的价钱是有影响的 那整个大温地区来说 哪一个区的房子 这个升值最快呢 是Richmond 还是文革华 或者是其他地区 绝对值来说 还是文革华升得快一些 因为文革华 有大量的炒作资金在里面 就是人们买完了以后就卖 或者买一个就地以后 盖完盖房盖完房以后就卖 这样动作比较多一些 嗯嗯 您曾经出版过一本 这个名为 投资加拿大房地产的 一本专业的书籍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本书当时是 主要是给一些投资 房地产的人写的 嗯 因为当时在05年的时候 嗯 有一些从中国来的一些投资人 他们发现 本地的这些规则 跟中国不一样 嗯 很多都不一样 市场的规律也不一样 嗯 他们找不到这方面的知识 那我就根据这部分需求呢 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主要是介绍如何在这边 投资房地产 有一些基本的理念 嗯 那是05年第一版 到了09年 我又重新写成第二版 就增加了一些内容 比方说增加了一些 法派物 法院拍卖的房子 怎么拍卖 很多人不懂 不懂吃了很多亏 还有增加了一些 这个农业用地 怎么个投资房 再有呢 就是有些新移民 他们现在买一块地盖房子 自己要买地盖房 怎么盖 这里边有一些 最基本的诚实 介绍一下 所以主要是 为投资商写的这本书 在哪里能够买到这本书 在书店 在一些中文书店有买 或者在网上也可以买到 嗯 最后一个问题啊 您对大温总体房产的前景 是怎么看待的 大温地区的房产走势 应该是阶梯形势的上升 嗯 比如说不会下降 嗯 一直会上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口一直在上升 嗯 任何一个城市 只要它的人口在增加 它的房地产一定会增加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 房地产的原理 嗯 所以您认为 未来这个大温地区 楼市会一直上升的 一直会阶梯形势上升 它不见得直线 但是上上停一停 上上停一停 总的趋势是一定上升的 嗯 通常来说呢 房产的支出 在一个家庭当中 是最大的一笔支出 当您掌握了 本地的市场规律 熟悉了本地的法律法规 加上您深入的 认真的去研究 相信每一位朋友呢 都会买到适合自己的房子 再次感谢老陈 做客本期节目 给大家带来这么多 关于大温房地产市场的信息 几乎大家呢 如果对大温的楼市 有任何的疑问 不妨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进行深入的咨询 604-880-5866 好 衷心的祝福 每一位朋友 在大温地区都能够安居乐业 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